在內裝的配備上 我們首先來講這個T字型的部位 它大量的採用一些碳纖維飾板 取代可能木紋飾板 或者是一些霧銀飾板 讓S4和i4在內裝上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區隔 中間上方這個MMI螢幕 這個我已經講到有點想吐了 而且也不是很想講的 第一個螢幕的尺寸比較小 第二個它還是英文系統 所以奧迪在這個部分真的要多加油 因為它的競爭對手不要說雙B 甚至連其他的品牌都已經慢慢全中文化 而且螢幕越做越大 可是在奧迪的部分 第一個螢幕尺寸小 第二個功能少 第三個全英文沒有中文化 所以它在這個部分是落後非常多的 雖然影音系統也好 衛星導航也好 並不是一個車輛最重要的一個重點 可是對於駕駛者來說 它卻是最常接觸的一個配備 那這個部分 我覺得奧迪不管是德國原廠不願意開放授權也好 或者是在台灣 台灣最強的就是電子產品的一個設計和研發 為什麼台灣奧迪不在這方面做一點小小的升級 我實在是搞不懂 真的是搞不懂 下方的部分就是MMI的控制系統 以及兩側 有一些電話藍牙聲控也好 或是收音機 還有車輛的一些設定 另外一個部分是 不管是A4或S4 我都有碰到這樣的問題 就是它下方的冷氣 它雖然是雙區的恆溫空調沒錯 可是它的設定 還有就是它的操作太過於複雜 我試過無數的Audi 到今天為止 我每次試駕Audi 我上車都還要稍微去熟悉一下 它的按鈕到底在哪裡 它的風量大小怎麼調 我都還要稍微去適應一下 所以代表這一套系統的按鈕 在設計上有很大的問題 我接觸車子這麼多 我通常上車5分鐘我就可以上手 可是在Audi的部分 它的冷氣的設定 還有按鈕的一個佈局 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接著後方就是7速的雙離合器 自手排變速箱 JG變速箱雖然不是DSG 不過它的表現 還有整個銜接 以及對於性能的駕馭感來說 跟DSG其實非常接近 儀錶板的部分採用雙原式的設計 跟A4的設計是一模一樣 可是在底色 還有就是在轉速表旁邊 有一個S4的Logo 這是兩者之間最大的差異 另外在方向盤的後方 有兩個金屬的換檔撥片 除了全景式的天窗之外 我想很多人很關心就是這兩張座椅 這兩張座椅它在整個包覆性來說 表現並不是非常好 如果你把這兩張座椅裝在一般的四門房車 那OK了 可是今天你是裝在S4上面 我覺得它的表現就並不是非常出色 支撐性的表現還OK 可是它左右側向的一個包覆性 大概只有60分 甚至連60分都不到 這是我另外一個對於S4有點失望的地方 所以我這一天每天都在幻想 希望我們今天試的車會從S4變成RS6 可惜我們牽到車的時候還是S4 那S4的部分 我覺得座椅還有再加強的地方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它整個內裝 雖然有一些碳纖維飾板的點綴 不過它整個感覺還是太像A4了 而且它並沒有太多的一些 有些攸關操控性的配備 譬如說像電子避震器 它也沒有 還有就是換檔的模式 它也是只有一種 還不像有的車 可能它有SPORT模式 甚至包括經濟模式和舒適模式 它也都沒有 這是另一個讓我覺得 S4跟A4太接近 太像的一個地方 打開引擎室 我們來介紹它的引擎 這是這一代S4一個最大的改變 從原本的V8 4.2自然進氣 改為現在3.0 V6 TFSI FSI代表的是鋼鐵直噴 T代表的是它是機械增壓 並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渦輪增壓 那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好像被降了一擊的感覺 畢竟因為上一代的4.2 V8 它的性能表現 已經沒有辦法跟它的同級競爭對手來做比較 我們拿M3 它也是V8 然後它4.0它已經400多匹了 可是在上一代S4它只有300多匹 所以它的競爭力已經開始下滑 搭配的變速箱 是7速的自首牌雙離合器變速箱 可是它並不是DSG 因為DSG它可以容許的最大扭力 我印象沒有記錯應該是在35或是38公斤米 可是這具引擎 它的最大扭力已經達到44.9公斤米 所以它並不符合DSG變速箱 因為DSG變速箱它可以承受最大扭力有一個上限 那它的最大碼是333P 在5500轉會產生 扭力是44.9公斤米 符合機械增壓的一個特性 所以它在2900轉就可以達到一個最高的峰值 那在最後家瑋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今天的試駕性得 我們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在視覺上的感覺 S4它在外觀甚至內裝配備還有用料 甚至整個機械的一些配備來說 我蠻失望的 它並沒有我印象中的S4這麼的運動化 尤其在外觀的部分 它真的跟A4太接近了 可是它們的價差都100多萬 雖然它的對手並不是C63和M3 應該是RS4才是 可是它也要300多萬 大家可以去翻一翻規格表 C63多少錢 M3多少錢 你再看看300多萬的S4 它們的落差太大了 如果說今天你便宜人家100多萬 可是你的配備卻有人家的八成 甚至你整個視覺感覺還有操控感覺 那你這台車就有價值 可是這一代的S4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改的又是那句字裡名言 真的太娘了 真的是太娘了 所以你整個開起來 就像是一個改過晶片的A4 它並沒有給你太多的一些機械回歸 還有駕駛的那個FU 完全都沒有 不過在底盤的部分的表現就很好 畢竟Quattro它是一個很有名的四輪傳統系統 所以當你今天在高速行駛的時候 不管是你在高速過彎 它整個循跡性和穩定性的表現 透過18吋的輪胎 整體的表現匹配非常的好 只怕你心臟不夠大顆 它不怕你開快 另外一個就是搭配的變速箱 這一代的七速的自手排變速箱 整體的銜接和換檔的一個順暢 以及可能很少人會注意的它的經濟模式 你在時速80到100公里的時候 它的轉速都幾乎沒有破2000轉 可是當你今天需要很好的動力銜接的時候 它的換檔的落差還有綿密性表現 也是非常非常出色 3.0升這具引擎 它確實有一個好上手好開的一個特性 可是它並沒有之前4.2這麼的暴力 所謂的暴力甚至包括你發動引擎那一剎那 現在發動引擎跟A4我看幾乎是一模一樣 可是之前的4.2你一發動 那個排氣管雄厚飽滿的一個聲浪已經不見了 應該是說它比較朝向舒適性去靠攏 這點是蠻可惜的 OK 那以上就是我為大家介紹的Audi S4 那在節目的最後呢 要提醒大家就是購車制在成立三週年之後 我們要辦一次聚會小小的聚會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來跟家瑋吃吃飯 甚至我們可以聊聊車子 甚至有些QA的一些回答 那也歡迎大家到購車制的討論區做報名 那家瑋會盡量在這段時間去搜刮各大車廠的一些贈品 然後在當天可以發給大家 甚至做個小小的抽獎 OK 那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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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個月